大家好 我叫何苑晨 你好 还有我们一路升级打怪 从实习生一路成长为 职业律师的何韵晨 韵晨学长 之前是在屏幕里面 现在坐到了沙发座上 感觉怎么样 不一样 沙发还是软的 坐在里面太累了 他决定作为一个律师 应该选择的是 顺着自己的良心 去选择 找良知 对 良知 对 所以我其实觉得 做律师挺不容易的 所以 没有 被夸了 是 是 是 你看我转头就看的是你 被夸了 被夸了 他只在人情中看了你一眼 走 我不管 继续夸 不要停 对 对 对 我爱停 何同学呢 好 我也是从小有一个 律政的一个梦想 后来梦想成真的 后来梦想成真的 你根本这儿反尔赛 可是没成真的 人怎么回事这个 莫名其妙 像我们这儿都是没成真的 我感觉我们两个就特别 特别对比 对 跟我们这儿显摆什么呀 我今天过来呢 主要是因为 我已经从事律师行业 已经三年了 然后这三年不断地工作 然后打怪升级嘛 今年我在工作的时候 也有很多跟着我干活的 实习生他们就00后 真的能从他们身上 感受到那种 他们对于这个工作的热情 而我发现自己反而在工作当中 很长一段时间 因为很多工作是机械性的 反复地劳作 压力很大 所以我觉得偶尔回过头来 看一看 就是刚刚进入职场的 大家的那种精神状态和面貌 我觉得能够唤起 我对这个职业的一些 最初的向往 所以就回来了 找到初心 对 我觉得是不断地 要去找的一个过程 我看你真的好错觉 因为我上次看第一季的时候 他是一个实习生 他非常就是青涩 你好 你们好 我叫何韵诚 来自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真的 然后他现在特别 特别大人范儿 然后说这么成熟的话 真的成长了好多 因为职场真的好能力量人 我觉得对于律师来说 就是你接触 四通八达的信息和专业 对于他来说 可能在日后也会有些许的帮助 对 肯定有用 比如说我的客户 他刚好有一些兴趣爱好 说我也有这种兴趣爱好 可能你的客户就会认同你 主动加领导微信这个行为 大家怎么看 我觉得他挺有勇气的 我真实的状态 比如说我真的 就到了一个陌生的环境 旁边都是我的前辈和领导 我不会就是马上 就把他们一圈全部就加变 我可能更倾向于的是 等到一个项目要启动了 然后这个项目拉了一个群 然后我再把这个群里面 之后会有工作交接的 这些老师先加 这样子的话就是 对 这样加了之后有话聊 不然我每次加完之后 我都搞不清楚 他们到底是谁也很尴尬 我之前背一个人加微信 然后那个人加我微信 然后他不是就开始那儿写 我说写什么呢 写大张伟 后边也写备注 歌星 然后就是 自己还得记住 你是干嘛的 梁薇会不会写得最低啊 因为按照他的性格 梁薇有可能会把自己放到最低的位置 因为他好像有点自卑在 因为他可能会用一个低的价格 来找一个机会 这种事情很多人都干过 梁薇说 我只需要您的微信 我需要您加我微信就够了啊 我不需要别的报酬 静天工程 是他们接下来一个月 要进入到绿正这个赛道 要度过的第一战 静天工程还是九十年代初 中国就已经成立了 对 是最早的那一批律所之一吧 中国内地的律所有一个 就是所谓的红圈所的概念 就是能够进入这个圈子的律所 它的一个设外的业务能力 以及综合的律所的实力 都是属于国内的定监的 然后呢 它在我们学生群体里面 还有一个别称 叫做两万元俱乐部 意思呢就是说 只有目前这些律所 能够给到两万元的起薪 而且前两年的话 刚好这批红圈所 又带头涨了一波起薪 就是其中有部分的律所 可能起薪能达到三万左右 但是我有一个问题 就比如说它 像这些律所 它本来就是两万的起薪的话 它给自己定六千 有没有可能给它的导师认为 它是不是没有这 不能具备这个两万的能力 我觉得是会的 因为刚刚刘律师 他其实就讲了 就是这个薪资 也代表了你对自己 能力的一个评估 对 那几个老师都是超自信的 是的 所以说你要给他们那种 一个气场 是感觉我是可以的 我一定行 先谦虚 反而会让人觉得你 有点怒怯 对 这个案件本身难吗 我觉得还是比较难的 因为它里面法律关系 还挺多的 人死亡了 小A 那它本身就是一个 刑事的法律关系 那在这个法律关系里面 小A它就是一个被害人的角色 但是它又投保了 那就是一个保险相关的 法律关系 所以我觉得他们可能 最需要先做的是 他们要厘清楚 就是到时候做汇报的时候 到底我要先汇报 哪一个法律关系 这个是很关键的 而且它那个目标 还挺明确的 它就是说是林某夫妇 要获得这个保险金 对 把自个闺女 那个给要过来 对的 所以分析完那个 法律关系之后 他们还要直接 给出这个建议 这个建议的话 其实还是蛮实物的 比如说在现实生活当中 你遇到这种事情 你到底要一二三四 怎么做 那它应该优先 哪一个关系呢 其实如果真的 要去分析的话 一定是先行后名 这一点我有点好奇 你说这是一对夫妻 对 然后她的 她是那个老公室的受益人 对 现在假设 这个案件最后判明 这是一个杀鸡骗保的案 是的 那保险公司也可以主张 就是那就不赔 是可以的 而不是说赔你的父母 对不对 是这样的 就是说如果说 在这个案里面 我们做一些改动 这个老公是投保人 然后他作为投保人 杀害了自己的妻子 保险公司可以聚赔的 这是法律明确规定的 是 然后如果老公是一个受益人的话 受益人干了这个事情 那么受益人就丧失了 取得保险金的资格 是 而且老公要去拿的情况下 他们要怎么阻止他去拿 如果说在他们去实施 这些行为之前 老公已经拿到钱了 他们再去主张这个权利 就会很困难 对 我懂了 我懂了 这件事的根本不是应该把那老公抓起来 其实是的 因为他一开始证据里面不是有一个不与立案的通知 其实那个东西也是有必要在分析报告里面提的 就是现在警察都不觉得你这个是一个凶杀案 那你在这种情况下 你怎么让他们去把这个案给立了 然后让公检机关介入这个事情 也是他们需要考虑的事情 对 刑事上要怎么突破 因为已经假定是他杀 但是这个是要获得一个法律事实上的认定 所以说你还是要找出对方杀人的证据 不然他老公还是能拿到钱 就因为他根本就不是一个刑事案件 所以他要跟公安机关要直面 对,你需要再去进行一些就是流程 然后去争取 就是在那个法律上应该叫做那个复议和复合 你要再去争取 让公安机关把这个案子立了 然后去推进这个刑事的进程 好难 好难啊,这个 对,就是几个方面都要证明 对,整个逻辑上捋下来是这样 但是因为刚刚其实律师已经帮我们是医生 降低了难度嘛 他就说假定了 就是假定,就是他杀了 对 假定了,对 对 这次跟你们第一季的那个难度系数相比 你感觉咱们就这个课题的难度是高 还是 我已经忘记当时我们到底做啥课题了 但是我整体感觉下来这个案子是难的 而且再加上他们这个赛制很复杂 本来你给我三个小时 我就框框框写 我最后一颗胶嘛 那我能写到什么就写到什么了 对 但是现在的情况下我可能拿不稳 但是呢可能 别人已经进去了 我不去的时候 对,我可能最后就没分了 我最后写得再好也没用 是 版权方 反方 代表AIGC的用户小安 要辩论了 要答下来吗 有点难啊这个 涉及到AI这种很前沿 它其实也没有什么很明确的规定 他选组员啊 不应该选题吗 他先选了队友 对,或者他相信某一队可能更加适合自己 能够打配合 那个队友里是不是有一两个关键人物 比如说Kim或者谁会让他做出一个 我觉得不情权难吧 我也觉得不情权难 关键得看那个法官是不是AI 法官是AI的话那应该不情权 对,到那个时候得看是到底谁判那事儿 想问一问韵诚 就是站在这个你律师专业的角度 这个,这个维权案件本身难点是在哪里 我觉得首先因为AI它是一个很新的东西 所以目前法律它们有一个明确的规定的情况下 就是两队的人都必须要用一些 比如说法协理论 或者说一些相关的一些类似的法律 然后呢成为他们论述的依据 然后去论述 这个就很考验功底 其次的话 那正方就要去论证 他到底是怎么侵权的 他侵犯的是什么权 那他侵犯权力之后 他这个是不是构成要件是符合的 他需要一个比较完整的一个东西 对 甚至说侵权的主体 它可不可能是AI 对吧 如果说他是作者的话 那可能是个AI也可能侵权 但他本身他不是一个人 或者是法人的主体 他没办法承担责任 那这个责任由谁来承担 然后我觉得这个遍体里面的话 可能反方会更难一点的原因是在于 因为反方需要猜正方 到底说是要侵什么权 如果正方他说 他侵犯了著作权里面 某一个A权利 那他如果准备的是反驳的是B权利 那他在场上的话就没法那个去说 所以他可能要准备得非常的权 不管你举出什么样的侵权 我们都是没有侵权的 另外就你刚才说这个侵权的主体 对 到底是谁 指的是AI还是指的人是吗 就是你必须要去探讨这个可能性 就是在这里面侵权的主体到底是谁 就是一般来讲可能就是题目里面 那个小安嘛 对吧 对但是那个AI它本身它在里面是一个什么样的身份 你也要去先去界定它 但是有一个问题啊 这就像是一个人拿了枪去杀了另外一个人 那难道能说是枪的错误吗 那肯定还是人的错误 但是现在法律它前沿有在探讨 就是说AI它到底能不能成为一个作者 具备这个身份 你想想如果这把枪它可以决定它什么时候开呢 对 它自己有决定的意识的时候 它就有可能是主体 对 我拿了一把枪 但这个枪上面绑定了一个AI 这个AI能自己判断什么情况下 条件一旦满足 那么我就自动开枪 所以我拿着这把枪它开了 是我拿的人要负责 还是枪决定开的这个AI的程序要负责 还是设定了那几条触发条件的设定者要负责 这里面有多个主体 妈呀 做AI真的太难了 比做人还难 我觉得要不我们把内部线定在 八点 八点 今晚八点钟好吗 八点半要回家健身了 就快快快 你 你 边走路边玩手机 天 我出来走走喝点水 冷静一下 我说肖阳也是被绕进去了有一点 没错 肖阳我不确定是他自己没有理清楚 还是说他的性格上就不太强势 他有点软 他想要听大家的意见但是不够强硬 是梁薇在这方面特别厉害是吧 他本身是 梁薇显得特别厉害 显得特别厉害是不是 注意这个关键词显得 他有一种直觉 但这种直觉经不经得起对方 狂风暴雨恐惧的减证 他没有过这样丰富的经验 所以当这个直觉有一个点通了 就会有强烈的开心感 你们应该按我来打按我来肯定赢了 是是是 但那只能说肖阳老师自个儿没想明白 他如果是自个儿很坚定能想明白 梁薇那儿可以再玩 死外格也没有任何用对不对 死外格 死外格 看看另外一个组讨论的咋样 我们定下那个时间安排 我们看就是十五后 下午两点 那吃完午饭这段时间 大家就熟悉熟悉稿子看看成果 十四号 二十四年要交往 我觉得我们不能把太多时间 再放在看材料上 就站在一个法学课堂里似的 然后要跟着他们去来思考 他们的那种争执的点在哪 是的 韵成能不能特别简单的帮我们梳理一下 他们刚才是绕到哪个点上 我觉得他们其实就是说 首先我们刚刚不是已经确认了 正方是要说明AI侵权嘛 对不对 然后反方就是不侵权 那到底侵什么权呢 其实双方都提到了 著作权里面的一个子权力 叫做改编权 改编权是什么意思呢 比如说小赫有一本书 它是个文字作品 我把他作品改编了 我可能得到了一个新的作品 那这个新的作品 是需要取得他的授权 我才可以去改编的 我如果没有取得 他的授权的情况下 那我就是侵犯他的权力了 那个小梁 他觉得对方一定会说 他是侵犯了这个改编权 如果要证明的话 得是我现在这个 也是一个新的作品 才行 但是那个萧阳 他在意的点呢 就是说 你如果说侵犯改编权 是这个样子 但是你侵犯的 不一定是改编权 因为著作权下面 还有很多其他的权力 比如说那个复制权 是 复制权 所以他想要 反驳小梁的点呢 就是在于 AI所创作的这个作品 到底是不是作品 那这个东西的话呢 不重要 不重要 对的 如果告他复制权 他需要承认 它是个作品吗 不需要 对 所以你去针对这个 来论证 它是不是个作品 就没有必要性 对对对 因为前提是你要打的 确实是改编权嘛 但是不一定呀 但你刚才说了 就梳理之后 确实我听觉 我觉得清晰了很多 所以萧阳这一队 之所以绕 原因就是 何韵辰不在这一队 如果你加入了这个队伍 效率就大大不同 希望如此 清晰是的 而且他们其实 陷入了一个 比较危险的境地 他们准备辩论赛的时候 就是不允许 我有没有想到的地方 但是现在小梁的话 他可能就是觉得 对方一定会去准备这个 他们可能就忽略了 其他的一些点 那这样子对于他们 到时候上场的话 我觉得是蛮危险的 是的 我觉得要给一点时间 可能能说服梁威 但是他们现在看起来 已经快要到八点了 似乎没有时间了 而且您没有办法预料到 如果Kim到八点之后 他又是什么样的一个反应 你老认不他 Kim也急了 说你们聊好了 我也倒了 对 对 以我的不算多的这个经验来判断 我发自内心觉得Kim内心有第三套想法 他就准备在八点一刻而是说 他八点都走了 他八点一刻怎么说 我发给你们邮件 然后我先走了 是 一个问题 是不是仅限于侵犯一个所谓的信息网络传播权 他的意思是你赶紧提那个改变权呀 不然我们没法博 但是对方已经放掉了改变权了 准备好的内容没法说 他准备了一个就是非法条的那个部分 就是学术性的这个影剧 对 所以他成功地做到了让他们对的点多 而就是他自己完成的 让他的论据这个支点会更多 所以我觉得宇童非常非常的棒 我也觉得是 因为他中间不是有提到那个什么 这个颜色的话 可能在我们传统的过程当中 他其实也是有的 他这个点其实是非常细致的 对 因为他先预判了对方可能会觉得说 这个神印到底是跟我们这个原作品 到底哪里像的哪里 所以他就专门去找了一些东西说 你说的这个像其实不是哦 因为这就是一种惯常的表达 对 所以足以证明他的点准备了戏到了什么程度 对 他查那个数据 相似的有一万四千多还一万三千多 是的 然后跟那个相近的有三千八百多 对 就是他证明他真的是努力了下了功夫了 对 大家好 我叫何韵辰 运动的运 早成的陈 目前就读于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的 研究生二年级 那你对你的律师发展 有考虑过三年到五年的规划吗 如果在北京就业的话 很有可能刚开始的工资 你付完房租 然后三餐吃完之后 就没什么剩下的了 但是我是觉得还可以 游戏打的 游戏也打 王者荣耀什么这种团队性的 就是 王者荣耀打什么位置啊 之前打中路比较多 后来他都喜欢打中路 所以我就后来就练了其他的位置 但是我每次打的时候他们只让我打中路 那可能是因为你其他路打得不好吧 你好 你好 你们好 你好 随便坐吗 随便坐 好的 这是给我们吃的吗 可以吃 你可以吃 我可以吃个送 拿 这个好吃 我觉得这个好吃 结果没人跟我对视的时候 我还要等着 然后 你做到了 你觉得里面谁最像律师 我们 就你一个叫美丽 谢谢 你眼光很准 你们喜欢叫我哥哥还是叔叔 好 那叫我何哥哥 你喜欢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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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喜欢我 何韵辰的文件 比较像律师写的分析文件 比较像律师写的分析文件 让我蛮惊喜 让我蛮惊喜 它有这个逻辑体系 这个桑桑费的这个金额 这个桑费的这个金额 它都有牵引的计算 它都有牵引的计算 一二三四标的就跟实物当中 跟你交给法院的文件 完全是一样的 对 今天是2019年的9月5号 今天是特别的一天 为什么呢 因为今天我作为实习生 刚刚入职了一家律所 要开始一段实习 怎么说呢 今天还是蛮累的 从早上忙到下午 而且现在有点紧张 其实现在已经很放松了 最紧张的是今天的 今天下午吧 今天下午律师交代给我们 一个案例分析的时候 这个案例分析并不长 而且非常的熟悉 好像前两天还看到过 但是要争取 争取分析它的话 就有一点无从下手 然后下手了之后 亦有一点意犹未尽的感觉 总之非常的奇妙 然后今天也认识了七位 非常可爱 然后来自天南地北 然后不同星座的 七个实习的小伙伴 那么其实我还蛮期待 接下来的实习 大家会发生什么样的故事 今天大概就是到这里为止 明天见 好 今天我们为了楚先生 而熬到这么晚 是第一次 疲惫 疲惫 OK 下一个 老费 老费 OK 下一个 累但是我还是有精神的 累还是有精神的 你呢 你帮我拿一下 好的 累 超累 到位 谢谢啊 可以可以的 希望我们可以加油 好不好 可以吗 明天可以吗 明天可以吗 拜拜 可以吗 OK OK 现在已经是凌晨的两点钟了 然后呢 我现在脑子有点浑 因为 因为今天 需要赶一份 那个 代理意见书 然后明天早上还需要进行 辩论 而且金律还分配了 我作为这次的队长 所以其实我想 怎么说呢 好好的 带领队员 取得我们的成功 但是好像 到目前为止 我没什么信心了 只能说尽力吧 就尽力把自己能做的做好 对 然后现在是两点钟 我争取接下来 睡一个小时左右之后 脑袋清醒一点 可以开始把稿子赶出来 然后把需要准备的一些问题 和原来的稿子修改一下 然后 准备明天的东西 对 这是今天的内容 最后总结一句就是说 我原本以为第一天已经是最累的了 结果 结果今天更累 就这样吧 今天 拜拜 效率要加强 不然我觉得 这个东西是很 我原本以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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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只问那个平台药 还有一条最接待的思路 就是我只问小九罗药 因为是他骗了我 中间一条思路之后 我既问小九罗药 我又问平台药 我说的一二三 你们OK吗 OK 因为你写答备了 你肯定会有一些 总故性的语言 而且还要说 就是楚先生跟主播的 最有关系 是基于 首先 他有限跟平台有关系 我现在正在找一个 互联网平台自律公约 你们可以引用里面的 一些论述 这个消费者权 一直可以跟在这了 对 所以有些说 楚先生跟平台 平台不需要方法 然后再说 主播不需要方法 谢谢宝贝 我也感觉 现在把平台聊了 再聊主播会好聊很多 对 我在想有网络主播的 那个判决里面 是怎么定义 他们之间的关系 但我觉得那些话 是很有信服力的 我觉得核心 还是在于立正本身 就没有问题 消费者保护法 也可以 核心法肯定也可以的 这是一份很明显的格式 很明显 所以按照格式 去写那个代理书 先要做的第一件事情 就是整理自己的思路 然后大家觉得 一个小时够吗 差不多 好 一点三十到十四点三十 接下来一个环节 我觉得就是讨论 互相说服 然后我们达成一个共识 因为稿子是明天教 以前打辩论的经验 就告诉我 就是你到最后一个 你的稿子肯定是还在改的 我们要不断地形成一稿二稿三稿四稿 然后这个东西大家想一想 我们这个撰稿 大家觉得是怎样的方式写会比较好 谁打字快或记载能力强 就是我觉得不要说一个人负责一个部分 这个样子其实看字很平均 但是最后这个思路 整体的思路会乱 那我们就两两分工好吧 就两个人负责写 然后两个人负责补充 可以 那撰稿两个人谁 我觉得我比较适合搜东西 因为我写东西确实 好 你可以吗 我可以 好 你可以吗 行 好 好 完全不一样的打法 它是很民主的 看一下有没有什么倾向 高颜值 声音甜 颜值高是假的 体现了那个 它是故意欺诈 但是这个东西太常见了 你懂吗 大家不是故意欺诈别人 才想让自己变得 才用那些美颜软件的好不好 就起码它是开了美颜的对吧 它美颜之后肯定会更好看 难道开美颜还犯罪了吗 如果我们能论证它构成诈骗 我们就可以要求犯罪者 返还它所获得的不正当的 那你怎么认定它故意呢 这还不够故意吗 那这个很明显是误解 我误以为它是一个很高颜值的 你要说 就是假如我欺贴了六个亿 就是收费游压性特别大 都可以 但是我就是觉得 我主观没有故意 双重故意是吧 我有故意让自己变好看 但是我没有骗它前的故意 我也有那个 他真的不是欺账 不是欺账 我们是什么 要重大误解 这真的就是 只是一个重大误解 OK 今天完成了一个任务 会见当事人 怎么说呢 我自己的感觉还算满意 但是因为一些 分工的问题 还是一些其他的问题 那么可能没有很好 一开始就抓住当事人的心 以至于可能最后当事人 对我的印象 并没有特别高 那导致可能这一次的课题 也没有完成得特别好 那这一点可能是需要改进的地方 然后今天边境 其实聊了非常非常多 非常的感谢他 冒着 在我心里留下坏印象的这么一个风险 然后跟我聊了超多东西 所以真的非常的 非常的感谢金律师 然后因为今天也是教师节 然后我觉得 通过今天的聊天 我现在把你当成了我的一位老师 所以今天也谢谢你 今天我们进行的课题是 刑事辩护 反正一提到刑事辩护 就会给人一种非常非常沉重的感觉 但是今天这个刑事辩护 徐律师采取了一个非常非常 吸引的形式 他采取 类似于 点对点的方式 希望我们以空骗双方 尽可能多的去陈述 几方异常的观点 然后去碰撞 然后最后 有五三五四位律师 然后现场的去 评判 我们这几位实习生当场的发言 是不是有效的 我觉得这个形式非常的刺激 其他的话 对于结果还算满意吧 因为这个东西其他因素比较多 我觉得能达到自己一起的目标 然后把自己的状态打出来 准备的东西准备好 然后也交代清楚了 我觉得就差不多了 那今天的课题 而且最开心的一个点就是 今天的课题是在当天发布 当天结束的 那这样子的话 不用给我一个隔夜的压力 今天晚上就可以睡个好觉 整体下来 今天其实是 又是充实的一天 本来每天都是充实的一天 好 今天的vlog到此结束 拜拜 今天呢 我们进行了一次法律援助 然后法律援助上午走访了 这个村子的一些村民 然后跟他们聊了一聊 想问他们 有没有一些法律问题 但是怎么说呢 很多年轻人都出去打工了 留在这个村子里的人 大多以老人和小孩为主 我们能做 是最后 碰巧 一二二三 一三 二二 一 二 三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就这样开始吧 我要是做八个实习生宗的议员的话 我会蛮感谢人小和的 然后你们可以叫我小区也可以叫我小齐和的小君 小君会有点怪吗 我个人觉得你好像就是在讲的时候 包括什么钓鱼啊 我个人觉得这样的措辞太过于主观了 明白 这是一个问题 你说很对 你说是这个问题 大大妈您坐吧 明镇比人家要失去劳动力加油 再给他补助 你跟医院说让他给你开失去劳动力的证明了吧 并且跟韵晨都有个很好的姿态 对 就是蹲下来来跟你讨论 哈喽 大家好 我是何云晨 今天呢主要是就之前向大家 征集的那十个问题 然后跟大家做一个交流 对 那十个问题 其实大家发在微博里 我都有好好的在看 然后选取了一些比较有代表性的问题 然后把一些问题合并了一下 然后接下来跟大家做一个小的分享 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吧 第一个问题 请问你是如何治疗防脱的 我知道大家问这个问题 应该是在关心我 而不是大家自己有一个防脱的困扰 但其实谢谢大家的关心我 这个问题可能会有所担心 但并没有太严重 因为应该看一下我的发际线 其实也还可以 对 主要是因为我爸有这方面的问题 他的发际线不是特别的浅 所以我会稍微担心一下 平常也会注意 不用一些刺激性的洗发水 和不会经常每天都洗头 这个样子来保护一下我的头发 然后大的问题其实也还并不是很多 然后谢谢大家的关心 第二个问题 请问你的人生规划和恋爱关 是什么样子的 人生规划 其实我对我的人生规划 我大概有这么一个主要的主旨 就是我是希望以后我的人生 可以过得丰富多彩一些 因为大家都只会活一次 所以我希望我这一生可以尽可能的 去多的经历一些事情 多一些体验和感悟 然后让我的人生会变得有意思一些 然后关于我的恋爱观和择偶观 看到大家也非常非常的关心 我跟大家正式的分享一下吧 之前在直播的时候我有说 我说大家爱吃红薯 然后爱学习 这个就是有一些调感的成分在 当然爱学习的话 我觉得确实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标准 那么更重要的标准 我认为是什么呢 就是我希望我未来的那个他 他首先肯定是要有自己明确的一个人生的规划 然后我也不太希望说 未来他会为了我做一些自己人生方面的牺牲 我觉得这个是非常不好的 就是我们每个人都应该过好每个人自己的生活 那么在此情况下 如果他的一个人生的目标 能够跟我的一个人生大致的一个方向相契合 我觉得这个就是最棒的了 对 然后下一个问题 有些同学问我说 他们正在读大一大二大三 然后想问我是怎么过我自己的本科生活的 其实我自己的本科生活 我自认为还是比较丰富多彩的 为什么 因为那个时候刚刚是高中毕业 因为高中之前 大多数都是在学习的过程当中度过的 所以我压抑了太多太多 就是一些自己的原来的好奇和想做 却没有去做的事情 所以我高中的时候 毕业 然后在大学 我就非常热衷于去参加各种各样的活动 这个对于生活的热情也同样的激发了我在学习上的热情 因为法律它是一门比较社会性的学科嘛 你在拓展你生活的面的时候 其实你也会接触到很多很多的法律的问题 这个时候你会觉得法律是生动的可行的 那么在这个过程里我好像对于学习也更加了具有的一个热情 所以我对于现在在本科的同学 有一颗建议就是说 如果你现在真的不知道自己要做什么 你就多多的去尝试去体验 然后去总结 然后我是觉得你会从中找到方向的 第四个问题是 请问你为什么要参加这档节目 就之前也讲过了 因为其实我希望我的人生是丰富多彩的 所以这档节目对于我一个学法律的学生而言 是一个非常棒的一个体验 然后所以我觉得我毫不犹豫的来参加了 在这个过程当中 代教律师会给我非常非常多的建议 让我对以后一个职业规划 会有了一个更清晰的了解和目标 然后几个小伙伴也非常的可爱 对 然后非常非常的喜欢他们 下一个问题是 你为什么喜欢吃红薯 然后要怎么挑红薯 然后关于这个红薯为什么这么喜欢吃 这是因为我小时候在外婆家长大 外婆她会烤红薯给我们吃 然后那个时候是一段非常好的记忆 然后红薯最好吃的大家知道是什么吗 就是我认为是那种烤的 那个皮是有点焦焦脆脆的 然后但是里面的话它不是干的 就是带着一点一点点汁水的那种 然后金黄色的 然后那个皮的话和那个肉之间 它有一些就是黏黏的一些东西在 然后这样就非常非常的好吃 这个冬天吃红薯真的是非常享受的一件事情 然后下一个问题是 请问如何舒服自然的和大家交流 每个人包括我 在面对陌生人的时候都是会紧张的 这种紧张的一个态度 你首先要去证实它 因为它是一种很自然很自然的情绪 我觉得初次在跟陌生人相处的时候 让对方感受到尊重和认同是非常重要的事情 那在这种情况下 两种极端的情况是应该要去避免一下的 第一种情况就是自己没有任何的观点 疯狂的附和别人的话 这会让别人觉得你这个人没有什么主见 然后你是在应付我 你并没有很好的想要跟我在交流 另外一种人就是另外一个极端 就是我不管听到你说什么话 我疯狂的想要表达我自己对这件事情的观点 显得我非常的有主见 那你可能会让人觉得你非常非常的强势 然后不是一种舒服的状态 然后最好的一种舒服的状态我认为是 你们每个人都会适当的发表一些自己的看法 最好的是你如果能够发觉 跟对方的共同经历的话 就着这个共同经历来聊一些感受 这个是一个非常好的行为 然后第七个问题是 你有没有喜欢的音乐和乐队 我喜欢的音乐有两种 第一种音乐呢是能让我静下心来的音乐 因为很多时候有时候会很焦虑 会很浮躁的时候 需要这样的一些音乐来让我静下心来 还有一种的话就是旋律和歌词 能让我振奋起来的音乐 这种音乐我也会很喜欢 然后我比较喜欢的乐队的话 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像新裤子 然后像草东没有派对 然后椅子乐队 然后老王乐队 茄子蛋 然后还有后海大鲨鱼 这些乐队我都非常非常的喜欢 然后下一个问题是 如何看待粉丝上调戏我 我虽然在工作中我会比较严肃和 那个无趣吧 对就是想认真完成那个课题 但是我在日常生活当中 我非常非常喜欢和有趣的人相处 那么如果你们对吧 如果你们有这些有趣的一些东西 能够和我互相的调侃 我是非常乐意的 在这个过程当中分享我们的快乐嘛 然后下一个问题是 请问你如何消解自己的负面情绪 我消解自己负面情绪的方式 主要有两种 一种的话就是日常的一些负面情绪 其实每个人都会有 那这种时候怎么办呢 就是会比如说 看个电影 比较悲伤的那种电影 然后哭一下 当然 有一些人一些负面情绪 可能是一种长期的压力所导致的 那这个时候我就是真心的希望说 你一定要通过反思 比如说自问自答 或者说写日记的方式 找出这个给你压力的来源 到底是什么 然后去尝试着去客观的解决它 你不要去无视它 因为没有办法无视的 对把它解决掉之后 你就会过得开心了 然后 有的王爷问我说自己有没有一些比较 难以过去的人生的看 对 就肯定是有的 嗯 那个时候 会找一些记录片的片子来看 就是不需要任何的语言和评价 不需要任何刻意的搞笑的情节 你就看其他人的生活 或者说一段自然的一个状态 它到底是怎么随着时间去演变的 你看我会发现你会觉得时间特别的公平 啊 日子特别的公平 不管你的人生遭遇了什么 时间都要往前走 嗯 你能做的只是暂时停下来休息一下 然后尽可能的鼓起勇气追上去 如果说是嗯 自己觉得很难受的话 可以向身边的朋友寻求帮助 啊 甚至说如果察觉到自己在心理方面 会有一些不健康的倾向 可以去咨询一下心理医生 完全是有必要的 嗯 然后以上就是这十个问题了 然后期待下一次和大家见面 然后和大家进行一些交流 然后期待以后的发展 然后就这样 拜拜 上午我们完成了一个小组的汇报 那我们小组是获得了优胜 因此我非常的开心 这是我第一次在小组的作业当中 获得优胜 嗯 倒不是说对自己的能力有所怀疑 只是说一旦碰到小组的作业 自己可能就不会取得好成绩 那么你难免会反思自己 是不是在与他人合作相处的过程当中 自己可能有一些不恰当的地方 之前和他们几个人有交流过 可能大家觉得 我有时候太过于去顾虑别人的感受了 造成的一个结果就是 我们并没有最后形成一个核心的团队的意见 那么在这次当中我特意的有去避免自己的这一份的情况 啊 最后好像也取得了不错的成效 那么我相信我接下来 我可能会再往这方面去多做一些尝试 看看是不是能够把自己 团队合作的这一块短板给补起来 那么希望明天能有一个好的心情 要好的经历 还有好的身体 来迎接未来 可能为数不多的课题了 时间真的挺快的 那今天就先讲这么多 拜拜 今天的任务呢 是 完成一个可视化研究 因为并没有了解到律师们真正的意图 也并没有了很好的把握这个可视化的东西 最后律师们给出来的一个评价是 啊 这一次的课题没有成绩 其实当时内心有一点 啊 小小的失落 因为好像我们之前 以为自己已经找到了一种节奏 就是你不停的把东西给扩充 然后细节化 就可以把一个东西做得很好 但其实没有 你必须要学会化繁为简 把一些没有必要的东西 在合适的场合去掉它们 然后讲出那些真正需要的东西 我觉得这是我今天所学到的 也非常感谢 几位律师的一个 怎么说呢 因为他们自己也不知道说 这个东西 呃 一个具体的标准是什么 因为这个很难 但是他们仍然愿意用这样一个东西来 啊 设置成课题 试图来教导我们一些东西 那我觉得我对这个是非常感谢的 嗯 以上 今天真的累死我了 因为昨天晚上临时接到通知说 今天早上 我们需要对一个美国总公司的一个客户 进行一项飞速的汇报 然后在今天中午的时候完成了汇报 这整个过程非常非常的煎熬 幸好有我三位非常厉害的同伴 那么在我们彼此的帮助下 我们还是拿下了比较好的成绩 对此我觉得付出的辛苦没有白费 所以整体来讲 今天还是很开心的 另外 其实今天我收获最大的一点就是 呃 在处理团队关系这一边上 因为我有的时候真的是 怎么说呢 太优柔寡断了 以至于 嗯 我对于自己的东西都无法达成一种内心确信 那么在此情况下 我也同样无法说服他人同意或者说理解我的观点 那么我整个人是上次抽离在团队之外的 在这种情况下 可能团队合作的效率就会降低 啊 因此我可能以后就要注意这样的问题 那么接下来 呃 可能今天晚上就好好的休息一下 然后迎接我的最后一个课题 加油 今天非常值得记录的一点是 关于 啊 和金律的聊天 因为今天有一次非常好的机会 和金律单独的聊了 几个小时 那么在这个聊天的过程当中 嗯 金律给了我非常多的一些 人身上的一些经验之谈 然后化解了我非常多的一些困扰 然后让我能够更加安心的 去使劲 然后去往前冲 啊 没有了很多的顾虑 然后唯一觉得有一点遗憾的就是 呃 我也在想一个问题 就是我这个人 虽然我觉得是 有情绪的 但是这个情感是不是太内敛了 啊 但是我觉得 嗯 一些朋友 虽然我没有把我的负面情绪表露给他们 但是他们也能感受到 或者说直接看到我的一个缺点在哪里 并且拿这些东西来吐槽我 哦 那其实那个时候我是开心的 因为我觉得 嗯 在他面前我可以展现我那些 放松的状态 而且他也对这些状态有所认识 并且是接受的 所以我就会跟这些朋友相处得特别好 啊 那这位朋友 如果你知道我现在说你的话 啊 希望你继续包容我的这些缺点 然后这些缺点 如果你真的觉得受不了的话 你跟我讲讲 我会尽力避免的 对 嗯 其他倒没有什么事情了 今天也比较晚了 然后 尽可能在最后一个课题里不留遗憾 嗯 就这样 拜拜 拜拜 大家好 最近这段时间 最开心的时候 应该是 前段时间去大连跟他们一起玩吧 就大家都说我笑得跟傻子一样 跟他们一起玩 就会很开心嘛 对 然后开心的话 就会笑得跟傻子一样 然后一会儿回去 嗯 给大家看一下 嗯 我拿到的小安安 还有我的那个录取的证书吧 啊 也是一个很不错的纪念吧 嗯 就先这样了 哈喽大家好 跟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 最后一次参加节目的 物质上的收获吧 嗯 呃 这个可爱的小安安 对 她非常的可爱 她的帽子是可以摘的 啊 我后来发现 其实这个衣 整个衣服都是可以脱的 设计的还是蛮良心的啊 嗯 可以给她带回去吧 甚至她着了两个 嗯 嗯 下一个的话是 帅气的公拍 给大家 来个特写 这张照片呢 是我在录制节目 一开始的时候去拍的 而且也不知道 节目播出之后 会发生 这么多这么多有趣的事情 然后最后一个东西就是 可爱 帅气的 金律师 交给我的啊 其实我回来的时候 一直没有把它好好的打开来看 因为我怕破坏她那个好看的蝴蝶结 但是 现在的话我决定给她拆开拆一下 大家来见证一下这个时刻 大家来见证一下这个时刻 对 开了开了开了 看了开了 看我们开在里面写了什么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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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被录用了 开写 对 对 看今天要好好捩 然后再等我变成河爬了 就往 motives 拿个 拿个箱框给她表情 就挂在门口 对 嗯 这是一个出生的乎鱼鱼鱼鱼鱼鱼鱼 嗯 刚刚午觉睡醒 然后现在打算去教室再改一改论文 穿上衣服出发了 嗯 出发了 出发了 形式有点乱哈 不要介意 口罩是一定要戴的 因为偶尔会被认出来 然后被拉住拍合照 其实拍合照本身也挺好的 但是 有些女孩子喜欢把美颜开得非常非常的 那个强迫非常非常的大 以至于我都认不出自己的任务 让我有点害羞 啊 这个风好冷 诶 有个洗穴 大家看到没有 北方的洗穴就是真的很肥 哈喽 我现在要去上自习了 再不可能会不会反应大哥打的 嗯 嗯 这是我们的庆祝 是一个幼形的大连体 好 走错了 哈哈哈哈 哈哈哈 没有肉了小河 只有尝试一下 今天北京又下雪了 小湖结冰了之后 我都还是蛮开心的 就是因为在南方 从来不会有这么厚的冰 还可以让人上去踩啊乱七八糟的 那我们下渠 稍微看一看能不能踩一踩 稍微看一下 大家有看完吗 这个冰好像也不是很厚 算了我就不去了 命重要 命重要 连这个视频就成为了我最后的一个视频 这就是我很平常的一天吧 我并不是一个多么特别的一个人 和大家一样就是一个准备毕业找工作的普通大学生 我的人生在参加这个节目之前 就好像是两条平行线下的视野 这条平行线一直延伸到未来 它的宽度是不变的 之后我发现我的人生 它向未来无限的延展开了 感谢我们几位小伙伴的相遇 我希望大家每一个人都可以在未来自己所享受的道路上 坚定的前行 总有一天我们会再见面的 然后关于我自己一个未来的职业的话 就是可能明天就会一步工作 那我希望自己能够认真地去体会生活 去更多的和世界交互吧 让自己成为一名个性鲜明的好律师 加油吧 欢迎运程 哥 刚刚咱说的这个前面不用说 你不红谁红 红该你红 你可以演过演过 也不要这么羞涩 我现在 对 主要是刚刚那个前缀一说完 我现在整个人发烫开始 那天金净给我发消息 她说她在飞机上遇到落绿了 真的 我说怎么样 她说特别支冷 当论点被采纳 个人加一分 如果论点不被采纳 个人减一分 那就是要说论点 所以你所有的发言都要是有效发言 而且顺序也很有关系 一旦准备好的被别人讲了 对 我怎么办 天哪 然后我们到下午五点半 准时在二号会议室进行考核 大家要注意的 这次是个人战 在做选择之前 先不要讨论 这个确实不能讨论 因为论点是别人说过你就不能讲 个人战就是自己准备自己的 真本是 言语我觉得有可能会选变法 然后但我觉得胡明浩有可能会选控方 对 他那一转正气的样 说他有那种检察官的气质 对 这个案子很绕 而且选什么其实很重要 先问小何好了 我太好奇了 我先问如果你选哪边 我可能会选辩方 也是辩方 因为我们就是在刑事辩护当中 控辩双方的责任本身是不一样的 控方它是有什么责任呢 就是说我要主张犯成这个罪 到底是为什么 它需要证明我的构成要件 然后需要证明我的违法性 然后需要证明我的有责性 就是你面面都要论证 要把一个房子搭好搭起来 最后才能够证明我有罪 但辩方的话很有可能 就你只要拆掉我的一根承重柱 把我这个门拆掉 只要构成我这个不是一个房子 那它其实就某种程度上成功了 而且在这个赛制里面 我觉得辩方还有一个优点呢 就是在于它不局限于 就是给的那些书面材料 然后你把它搭起来的一个固定的框架 它可以找各种各样的一些证据去佐证它 你又可以很多点可以打 那这样子的话 我觉得可以选辩方的话 也许能够有更多发挥的空间 回到这个案子本身 它本身很绕 好像先买了一批象牙 然后那个国家本身 这个行为好像是并不违法 它没有加入的那个 那个公约 对 紧接着它又运到香港 然后什么又说 又倒退 然后它又不运了 然后又转到一个地方 然后最后又运回去 传播公司搞错了 又给运回来了 那这个在你的角度来看 是不是还要看更多的信息的谱数 对的 我就是在看到它那个粗浅的案例 我可以就是我猜一下 它可能接下来可能会猜一些 比如说 他们会说 那其实要构成这个罪 本身是要求 他们是故意去犯这个罪的 这是对于这个犯罪的一个构成要件里面的 一个主观要件的一个要求 那难道说有一些人 比如说他可能买卖了什么东西 他不知道那是走私 这个是无意的 就是比如说我带回来一个象牙 它是一个那种纪念品 那我本身也没想着 把这个东西拿去卖或者怎么样 那这样子的情况下我可能是无意的 那可能就不构成这个犯罪 那比如说上了法庭的时候 这个有意跟无意完全可以撒谎了 就是这个动机怎么去分 论计不论心嘛 是的 但是还要看具体他们拿到了什么证据 因为刚刚那个律师不是说了吗 要看他们的细节 你看他很多照片或者怎么样的 这些东西看看 他到底能够证明出什么东西 还是蛮准确的 蛮关键的 彤彤感觉这个难度高吗 这是你来的时候看到的第一个案例 我的妈呀 我反正已经绕晕了 来 接下来请彭彭帮我们复述一下 刚才那个案件讲的是什么 好 欢迎彭彭 刚才那个案件讲的就是 请看VCR 请看VCR 请看上一段 请看上一段 把镜头条往回拉一拉 对 但是你看到这个例子 是我们他们前面看到的 走过的这些课题的难度的一个均值 就是说每一步都很难 关关难过 关关过 我们也来看一看 接下来他们做出怎么样的选择 好呀 还挺好奇的 倒开一切 那么现在 那么现在 我们将开始选择空边方 我真的看胡明浩有一种检察官的感觉 我觉得胡明浩未来应该考工了 他说可以同时 这个好 对的 大家可以准备得更多了 你选 交给上天决定 我这个运气 又是八 文婷又是八 一号是空方 二号是变方 二号 一号 他选空方 我感觉他会觉得说大家都选了变方 那可能他去空方会好歹 他肯定是觉得人太多了 是 因为已经三个了 你想他去世第四个 太饱和了 犹豫了 犹豫了 他会纠结一下 在来命运的路口 我才对了 我觉得他是对的 我也觉得他是对的 我觉得他是对的 如果是我 我一定会选择人少的那一边 对这个太饱和了 因为是个人赛 所以我肯定选人少的一边 空方 空方 空方去了 五号 胡明浩 这个胡明浩还是会去变方 真的吗 小明哥 以你对胡明浩的了解 我觉得胡明浩可能会选空方 我觉得胡明浩有可能会选空方 对 对 他那一身正气的样 对吧 我生怕慢了 赶紧插进来脚步 他跟向阳一队啊 马虎明浩很坚决 好 头也不回头你来了 他去变方了 我的天哪 军林百分之百命中 到现在为止 那一会儿就是 到底我们这个结果也 你来猜好吧 你质责你来猜 行吗 行 都好厉害 是不是律师这个职业的 那个胜负心很强啊 是的 既然是对手方 那我们一定要赢 要为当事人负责 也要为那个 人民群众负责 这个案件是不是信息点特多啊 我怎么觉得 是很多 因为 他们之前好像没有看过 这么厚的材料 我怎么觉得 这个还算少的 因为真正的刑事案件 我之前有实习的时候 它的那个卷宗 光是被害人 和一些证人的询问笔录 加起来就这么厚 你要一页一页看过去 一页一页看完 一页一页看 可能关键的信息 就藏在某一页的某一行里面 就是我看着就忘了 我看了一点 然后就忘记了前面的说什么 人之常情 朋友谁不是呢 嘴T 燃起来了 5V3 然后4800字 4800字这么短时间 15个点好像还觉得不懂 对有的还网上 20多个点问题 20多个 然后有很多细碎小点 然后论点跟论据之间的 这种匹配关系 我感觉两边都成竹在胸 胡明浩那边 王一言语感觉非常的自信 就他一个人说了那个 我好像已经准备好了 他说是一个论据配一个论点吗 那我好像已经准备好了 这个案子本人是一个象牙走私案 所以我感觉离我们生活有点遥远 但细想一下也没有那么远 因为我们经常出国旅行 然后有的时候会想到 给家里带点东西 那有些东西在我们旅行的所在地 是可买的 但是可不可带就另说了 在这个细节上 有没有给我们点小提示合理 我们来一个小的一个问答怎么样 就是也考一考在座各位 主要考彭彭 彭彭已经 先让我来试试深浅是吧 对 试试水 来 我们简单一点开始 好好好 最简单的 枪支弹药能不能带 当然不能了 答对了 你正在问什么 哥 你正在问什么问题 你给陈铭老师来个难的 这是个送分题 那考一个陈铭老师 必须给我问一个同等水准的 难的 牛肉干能不能带 我一听就难 我的天 你这 我得问是什么牛了吧 对 这不同的牛不一样吧 真严谨啊 陈老师 是不是那有国家级 一级特级保护动物的 这不是就不能带啊 是的 所以很多时候其实这种食品 就不要乱带 包括比如说植物的种子 对 因为我看外 那个国外好像有花会很漂亮 我就去买 不能带的 因为国家对于这种 动植物免疫啊 或者说这种检疫的要求 是很高的 还有比如说土壤 不能带 土壤不能带 因为土壤可能会 含有当地的一些种微生物啊 或者是怎样子 可能会对我们的这个 生态环境会造成一些侵害 比如说你鞋子上 黏了一大坨泥 那这个可能会被 过安检的时候 会被那个检查 前两天我有个朋友 给我寄一个镜子 那个镜子的木头 是一个什么什么木 我寄不太清楚了 那个木头也不让带 是 你看这个普法 这永无止境啊 学习永无止境 还有什么好的 考一下蓬蓬 考一下蓬蓬 我刚考过啊 不是 刚刚那题 不值得你这么兴奋 懂吗 很兴奋 我对了 因为日常生活当中 其实我们有很多 乍一听觉得合法 但是其实也许在 违法的边缘 疯狂试探的一些 举动或者行为 所以就我们生活当中 要多多积累一些 法律常识 我身后有一块白板 白板上列出了五个行为 这五个行为是生活当中 我们都有可能碰到的事情 希望大家来猜猜看 合法事件和违法事件 都有哪些 先看第一题 未经允许蹭WiFi 肯定违法 为什么法 为什么 黄胖 我直觉啊 就是人家WiFi 是人家自己就花钱办 你花钱办的WiFi 我不花钱我就蹭了 是不是 虽然没有什么法理可言 但是有质朴的情感 这种法感情是倒对的 对 那我要自首一下 你们知道吗 我是一个练WiFi达人 因为我团队所有人都知道 就是我去任何地方 第一时间先要练WiFi 因为我手机费特别低 就是我去任何地方 第一时间先要练WiFi 但是你连酒店的那些 都没问题 你不能去弄个WiFi破解 然后去连人家家的 这就不行了吧 你这个是正当的 你这个非常正当 我超爱连WiFi 是是是 我也爱连WiFi 但是未经允许我不连 法感到位 法感到位 再来一题 自家杀的猪肉卖给亲戚 违法 我的天又违 你讲讲 我感觉啊 肯定得有那种许可 对吧 养殖的 是的 不管是养殖的 包括土仔 它也是需要 对 第三题我们一起来看一看 快饿死的时候 吃保护动物充饥 你觉得呢 你前两题你答的就是 快刀乱麻 我觉得 对 蓬蓬我给你举个例子 比如说你快饿死了 你前面有个头老虎 你把它吃了 我觉得 这个 我先澄清一下 我肯定不会干这个事情 对吧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 也不要学 但我如果正在生死边缘 我绝对吃 对 那法律会保护你 真的吗 真的 因为这个可能涉及到一个 紧急避险的问题 因为关键词 它这个饿死啊 应该不是大家说的那种 对了 就是说 我叫着我饿死了 但是你真的快死了 然后在这个人的生命权 和这个保护野生动物的 野生动物的这个权益面前 我们可以取其轻 然后我们要保护一个更重要的法医的时候 可以去侵害这个轻的法医 那在这种情况下 可能就会成立紧急避险 因为你人活着是最重要的 人命 对 第四条 最久的时候骑行自行车 碰碰 又是我 你熟悉这个状态 状态 我是说骑行自行车这个状态 肯定违法啊 真假的 这也罪驾吗 我不知道 我直觉 其实是有的 这样一个条例 因为大家更多在意的是机动车 但是骑自行车 你喝久了也不要骑 因为你醉 醉酒开车的话 是违反的刑法嘛 你就犯罪了 可能我们查处的力度比较大 但是这个的话 可能就是我们的一些行政法规 那有些时候 如果没有被看到的情况下的话 可能就是没有这个执法人员去处罚你 那大家可能会觉得说 这个东西是没事的 但其实大家在平时生活当中 也最好不要去做 这个真的真的 这个好厉害好厉害 最后一个 你咬放狗咬你的人 捋一捋啊 咬了谁 你咬放狗 咬的是人 咬的是人 逻辑 等一下啊 我觉得 在这个时候 你咬那个狗 和你咬那个人 应该都是不违法的 因为你这属于正当防卫 对 是的 对不对 小明哥这是理解对的 哇 如果你真的要去咬这个放狗咬你的人的话呢 其实是可以不违法的 为什么 因为这个人放狗来咬你 那当你处在这个被狗咬的危险之下的时候 你想要去防止它侵害你 那你试图以一个就是 用咬的手段你去攻击那个放狗咬你的人 相当于是你在制止这种伤害你的行为 那本身的话正当防卫 其实是阻缺了这种违法的这么一个法定的事由 当然如果说这个狗都已经没有在咬你 甚至已经跑远了 你因为愤恨然后去咬这个放狗咬你的人 那这个时候可能就没有办法依据这个正当防卫 而构成这个违法了 就我觉得我们这点还是很厉害了 彭彭连队五个吧对吧 全队 全队 没想到还是挺简单的 挺简单的 六个 六个 对了六个 对啊 还对了前面那一个 今天是我们的普法小能手 彭彭 活该你红 美副红谁红 你不红谁红 我是脸红 我该你红 然后我们回到这个案例本身了 八位做出了自己的 控方和变方的选择 五比三 是 跟我们刚才小和的预计非常的接近 如果站在个人的角度 你们觉得谁在这一轮胜算会比较大 刚刚那个代教导师说 变方的那个撕破的那个突破口的时候 他本来也没有想返到中国来 但是是因为阴挫阳差被中国的港口给扣了 是不是对于反方来说 实际是破题点吧 嗯 说完之后 其实那个小胡和King 就已经马上把那个作为他们的第一点 就他们其实的那个准备的思路和逻辑是非常正确的 然后胡明浩已经开始打他的那个论述的那个框架了 所以我觉得King如果按这个呈现的话 我觉得抓住了开头就是一个很好的开端 胡明浩和King 对 是一个很强的竞争力 那个王毅他是之前有实习的经验对吧 有有有有 我总感觉好像就是他是自己准备的还挺充分的 因为以之前的那个案件来讲 他们不是跟胡明浩合作过一次吗 我就感觉他好像准备的也挺充分 还有一个就是老师刚刚有讲到说 怕他们是学生思维 可是王毅我觉得他好像是有更多的实战经验 就是我总感觉他在这一轮 依然可能会有一个比较突出的点 本来就是第一名不可小觑 然后我觉得肖阳也是大赶率会 是的 是的 所以现在胡明浩Kim 肖阳还有王毅 高手过招的时候 不行 我要支持黄凯 好 吓我一跳 为什么 觉得黄凯 我就是支持他 没有为什么 无脑支持 我能再补充一个人 可以 但是我觉得那个张雅琪我期待 因为他凡是到辩论 就是都给人惊喜 但是我反而有一点担忧 因为他上一次在辩论上的优势 建立在那种感性的输出之上 就是那种情绪的调动 AIGC真的能够判断 什么是借鉴 什么是抄袭 但这次这个形变呀 尤其是上庭的这种 他可能要剥离很多感性 我不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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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就喜欢你 我敢一个露宿的 我不管 这是一个类似于拔合的拉力赛 就不采纳要拿出扣一分 对 你发言无效的话要扣分 所以必须有效发言 一 论点是 根据野生动物物种鉴定中心的鉴定报告 张三运输的象牙一千四百八十六根 总净重十点一二吨 其象牙种类属于我国规定的 国家禁止出口的珍贵物品及制品 他现在在讨论的就是说 象牙它是这个法律所认为的违规物品 先发言好有优势 先的那些论点肯定是义德的一些论点 对 下面请控方发言 控方认为张三具有刑事责任能力 刑法规定只要达到刑事责任年龄 并且具有刑事责任能力的人 均可构成刑法当中的罪行 所以张三达到十六周岁 并且拥有辨认和控制自己行为的能力 是拥有刑事责任能力的 控方是必须要把所有的这些点都去说一遍 所以主体也很重要 图一可以发现有断根 而且没有拼成整根 图六很明显是一节 也很难判断是整根 是钝 好仔细 所以我们认为 建立意见书存在问题 证据不足 他主打一个证据不足 好 采纳 只要辩方论述说 正方是证据不足的情况下 他们就不会成立这个犯罪 这个过程在走私行为当中 并不是起到辅助作用的 而是主要作用 采纳 现在都还是能采纳的 咬得很紧 就是现在的点还是比较多 我方提出对张三进行认罪认罚的 从宽处理 因为张三要签署告知书的时候 他达到我清楚了我签名 所以根据认罚从宽制度 可以进行从宽处理 这个不采纳 不采纳 为什么 认罪认罚从宽 它实际上是一个专门的制度 但是其实是自首 才是一个构成量刑减轻的一个 但他刚才没有提到自首这个细节 是吧 对 他没有说 他提的是认罪认罚 蛮好 同学 好 依然是鉴定意见的问题 鉴定遇见女王 好 我这里提醒一下 就是关于刚才辩方 多次提出的在案证据 这个瑕疵或者说非法的问题 控方要做出一个回应 回应啊 回应啊 这不是个硬伤吧 硬伤 相当于就是正方的举证责任 没有尽到 那就不成立这个罪了 他就无罪了 好 下面请辩方发言 开始 第一位同学 我方认为本案中被告人火锡破轨 被海关扣查后主动投案 而且他是属于重返犯罪造轻 所以他应当减轻处罚或者是免除处罚 所以现在Tim的这个说法 是从无罪辩护变成了轻罪 对 罪 罪轻 罪轻 对 这剪辑老师怎么回事 停在这儿 张雅琪 你心目中看好的那个 销人 绝杀 我们先来看一看 刚刚这一轮当中 他们的得分情况好了 就面前的比的数量 萧阳是一分 张雅琪三分 许文婷三分 没想到这个环节当中 这边萧阳竟然落后了 然后在辩方那边呢 胡绵浩是两分 王毅言语五分 绰赢两分 黄凯两分 王宇童零分 宇童崛起啊 感觉怎么样 你们看完之后 太精彩了 而且我就在想 谁找另一半 如果他的职业是律师 你跟他吵架 怎么可能赢 演讲到这一点 小何同学 你的另一半 会有这样的担忧吗 那要么也找个律师吧 对啊 两边一起吵 王毅太优秀了吧 太吻了 小明哥非常看好王毅 对啊 因为我觉得他的心态特别好 就觉得王毅言语 属于典型的职场当中 就是自带光环和优势的那种 就是属于情商和智商 都非常高的那种 虽然他可能年纪轻 但是他天生就是相对于别人 更加成熟更加淡定 这跟他实战经验有关系 对我们周围 其实有很多这样子的人 就是同样都是一个年纪 或同样都学的是一样的东西 但就是其中有些人心态更好 那心态更好的人 在职场上就更占优势 当我最终到了今天这个年纪之后 我发现打败自己的 只有自己的心态 其实别人是很难打败你的 你真的是一定要 在每一个年龄阶段 要多学习多看 为的是什么 让自己的心态变得稳定 特别认同小明哥这个话 对比同龄人要变得稳定 你就会成为同龄人当中的佼佼者 因为我看见言语 我觉得他之所以能得高分的原因 就是因为他有这个经验 他知道模拟法庭 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路子 就是你要去抓具体的一些细节 一些证据 他到底有没有用 然后去攻击对方 这是辩方很有力的点 但是你看宇童 他确实没有什么经验的情况下 他打的都是一些大的宏观的 他是不是主观上有故意 他是不是行为怎么样 然后他到底这个犯罪形态是什么样子 这个是法学生 他在课本里面能学到的东西 但是证据到底怎么认定 这个老师不会教 我特别同意你这点 因为我想说的是 你就反观你刚刚这点看张雅琪 我觉得她的这个找东西的逻辑很有意思 她其实跟宇童相反 她找证据 她是从证据里面找问题 然后推她的论点 是 我现在才明白你们在说什么 他刚讲那个谁是 宇童 学校的老师是 只是教那些大块的这几个 对 就是老师会告诉你说 一旦犯了这个罪的话 A B C D 满足的话他就够罪了 但是到底是因为什么证据 使得我们可以认定 他这个A条件满足 是需要去认定的 实战中是要通过这些证据 来支撑那个点 是的 我觉得这很适合陈铭老师 因为节目播完之后 因为他很擅长 你知道自己打自己 陈铭老师辩论很强 微博上就有很多的网友 就说他是那种最强辩手 也确实是最强辩手 所以我觉得这个时候 陈铭老师我觉得最有发言权 你感觉从这个视角 这个他们辩论的 这个话语场当中 你有什么感受 或者你有什么建议给他们吗 我自己打辩论的习惯是 我所说过的所有的话 要把我这个人放到对面去 反驳我自己 就自己打自己先 只有那个对面 已经是我 也反驳不了的话 我才能再尝尝讲出来 我要预设对面 站着四个我 我说到的每一点 他都反驳不了 所以我讲过的每一句话 在之前经过自己 非常充分地搏斥 各个角度的饱和的攻击 你一般进行这个过程的时候 是在什么空间当中进行 洗澡 我真的觉得特别有画面感 你不觉得吗 就一个人在洗澡 一定要独处 在这个环节 它洗澡的时候只有水声 然后那个时候 你没有手机 没有人跟你说话 它有一个大块的 完整的独处空间 我就有一个充分的 能让自己安静下来 每一条线都要捋清楚的 我真不能找一个 你这样的对象 我完蛋了 真的 每天他都要来回辩论 不能 我觉得他说的这个方式 我可以在戏里借鉴 但是请问你是脱光了吗 割 洗澡 割 打上香皂吗 洗澡 打上沐浴露吗 打 不然呢 割 洗澡 你是冲着吗 不是 割 一定要有热水吗 热水 是泡着澡 还是在冲着 我喜欢冲着 一个小时吗 不至于 那有点废水 那有点泡发了 听问你抹的是什么牌子 都没有 小明哥在这儿观察生活细节呢 非常细节 对 我觉得可以借用在戏里边 我觉得很重要的一点 是水温要淋在头皮上 会带来一种很松实的 请问是37度吗 差不多了 开个玩笑 我参加完这个节目 我最大的感受是 我不能找一个这样的对象 逻辑思维太强了 那要吵几架 来一套又一套的 真受不了 老变手们反而很少吵架 对 会不会你以为你没有在吵 会很少 又为啥呢 他犹豫了 你能不能懂我 我懂 就他以为他没有在吵 但其实你已经快被逼死了 老变手吵架 是不是要先准备四天 先要洗个澡 我要怎么反驳他呢 就是你老公想跟你吵架 他周一到周四在准备 周五来跟你 我要对我老婆说 只有一句话了 就是我们俩不吵架的原因 只有一个 因为在我人生中 他永远是我的己方便用 因为他是我自己这一对的 所以我怎么可能跟他吵 你好会啊 天哪 好甜哦 好了啦 要命了啦 猜客 猜测了啦 我现在终于知道 你为什么这么白了 泡发的 过不去了洗澡 过不去了 我的天 接下来让我们进入到 屈多多职场充能竞猜时刻 这场我们要预测的是 在这一次辩论过程当中 排名前三的实习生分别是谁 那本次呢 我们加油团也是个人作战 我们会给每一位提供一个体板 然后大家依次在照片上 为他们盖章 马上我们就开始盖章了 我先要提醒一下各位 有几个小点的 第一点是 除了他们刚刚每个个人的表现之外 团队如果赢了的话 每人加三分 对 这个要把这个分数算上 第二点很重要是 这次的前三名哦 会出现并列的情况 那就一共四个 因为有并列的情况 所以一共是有四位 都在前三名的位置上 那这四位我们只要猜对 其中三位就可以了 这难度不大啊 姐 别这样说啊 不不不 等一下这样 跳 那个彭彭选哪个 我们就选 漂亮 彭彭先来 来 彭彭 你们这样真的觉得我透了极的 反正我们都跟着你 但你好好打 那我得先去洗个澡吧 我印象最深的是王毅吗 他前面已经五分了 是这样 我们七个人当中 要有四个 或四个以上 我们就可以点亮充能之路 放心吧 会有的 但是我们只要 每个人打中前三名 我们就算这个人中了 王毅 王毅第一章 对 我觉得这个应该没有什么悬念 如果赢了再加三分 八分 雅琪 我觉得就是空方赢的几率不大 选空方的话很危险 我明白你意思了 就是等黄凯加了三分之后 就没有雅琪了 对 黄凯刚刚是多少分 两分 那还有谁是两分 两分是胡明浩 黄凯和Kim 他们三个都是两分 我先选一个王毅 然后我觉得我再选一个Kim 胡明浩和黄凯 他们俩现在都是两分 好 我选的是王毅 那个小胡 然后我要选一个张雅琪 因为我想的是就是 辩方赢了之后 辩方团队会加三分 对 王毅童赢了 他也会和张雅琪是一个分数 万一张雅琪发延两轮的话 他就四分 王毅童只有三分 但是那边黄凯和那个Kim 还有胡明浩现在都是两分 他们如果都加了三分的话 他们都会比张雅琪高 明白了 来 盖张 如果是我的话 我首先他是肯定的 然后 我会偷黄凯 偷 黄凯今天表演蛮不错的 胡明浩一直没有发言 我会觉得胡明浩可能 最后会站出来 那可以 来 再盖一个 胡明浩 我觉得他是会再发演的 黄凯跟Kim之间的话 我觉得 黄凯吧 他今天的这些点 抓得比较准 也许他还有一些 出乎意料的这个证据 可能能够再举出来的话 也许他可以再发一次演 那就是这个吧 来 就直接来盖吧 我觉得 比较遗致 王毅 没问题 我也觉得胡明浩 后面应该会来个大 他准备得很充分 他发言发的 不算多 可能在后面 第三个是谁啊 张雅琪还是 朱绰莹啊 我觉得说张雅琪 发言的欲望很强烈 我感觉他会争取几轮 行 你别那么草率吧 你不是 我是支持张雅琪的 我觉得他会有 我刚才想选雅琪 雅琪他得再战两次 他才可能拿到那个 平局的可能 因为他刚刚讲 团队赢了之后 那些人加了三分 都比雅琪的分还高了 有道理 那就黄凯了 我们现在两个赛点 赛点 赛点 又是赛点 好 下面请控方搏置 开始 好 这个点非常关键 对 看看他能不能搏置 以及能不能被采纳 对 好 没有 没有 又没有 好 那下面请控方进行发言 开始 一号 又是张雅琪 很优秀 很优秀 好 再来一个细节 这个如果采纳了 真是个惊艳的点 采纳 结束了 那我们 比赛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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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四个都错了 因为我们四个是一样的 结果是KIM是吧 对 应该是把黄凯 换成KIM就可以 KIM 胜利的变方 将每人获得增加三分 都可以自己鼓鼓上的 很厉害 因为如果你要是去做一个律师的话 这一定是对的事情 因为律师他没有办法做到说轮到你你才讲话 我们就慢了 一定要主动不能被动 还是很美好的 德华加油啊 德华加油啊 好 好 这样的张雅琪 肖阳的这种改变 是适合律师的职业需求 对啊 我觉得变得不像自己的 也不一定是一件坏事 因为我某段时间 我特别怕听到一句话 就是他们有人说 那个韵晨我感觉 你最近好像变了 我觉得你变了这个词 对于我来说 当时我觉得它是一个否定词 就好像我不像原来的自己了 我好像做错了什么事情 变得越来越难以共情 或者说你一个案子 你处理得太多了之后 你确实没有办法 每一个案件 你都跟当事人达到共情 但是那个时候会有点委屈 我说我自己这么努力 然后我变得所谓的素质 各方面能力 或者说变得更强了 比以前自己 但是你却告诉我说你变了 就有点转不过来这个弯 让彭老师讲一下他的观点吧 我听 我在学习 来吧 特别想听 没有 我没有什么 我在 因为刚刚前面陈绿跟萧阳聊的时候 他有萧阳展现出了一种 就是说他去抢别人东西 他会觉得有点耻感 因为现在网上有一个说法 有一个词也很火 叫职场羞耻症 就有很多行为 在职场上如果做出来之后 那个做的人自己会有一种 奇怪的羞耻感 对啊 陈老师 我刚刚进来的时候 你就让我很羞耻 就不管别人说个什么 你要说不 你就觉得我好羞耻 你会有吗 会 会 问我借钱呢 我自己知道不应该借 我还是会借 哇 小明哥 我最近呢 小明哥 话都说到这儿了 借钱羞耻真的 其实让人很开心 也不知道为什么啊 很多年了都告诉自己 不可以不可以 我也说不了好多次了 但最近不知道为什么 又开始了 又开始了 是借钱人的水平又提高了 又提高了 但我这个我就很 我原来就不会借 但我现在就不借了 怎么做到的 你怎么回 我就不 有的时候不回 好 可是我为什么 没有办法做到不回的 我哪怕要拒绝 我也得说一个对不起 我 你这个人好好啊 你们发我信息 我有不回过吗 没有 小明哥都是最后回 对 对 小明哥都回 对 倒是最后表情包都要逗好几轮 对 发好久 表情包 不该你红 我又开始羞耻赶来 这是红耳朵比赛 俊玲 我吗 我之前可能会有一点努力羞耻 就可能在学校里面那种 比如说我今天去了一趟图书馆 可能就是好朋友的 就无意间就说一句 调侃一下 比如说你看他又去图书馆了 又学习呢 我没有 我没去 就那边看剧的 对 虽然知道大家是开玩笑 但是心里面其实还是会 有一种那我是不是 别在大家面前 这个样子 会有 然后有一段时间 比如说我稍微背背单词 我不会就是在有人的地方背 就是我会偷偷的 我会躲着的 因为就是总感觉不太好 对 但是作为我的这个身份嘛 我还是一个艺人 很多人会支持我 关注我 那我觉得我还应该要做的一个事情 就是我通过我自己的努力去学习 然后我希望带动更多的像 比如说我的粉丝啊 能够引导他们去更好的去学习 引导他们去更好的生活 所以说这也是我在努力学习的一个 很大的一个动力 为你鼓掌 太棒了 今天这一期节目播完 数千万朋友已经开始疯狂背单词了 对 而且如果大家都开始背单词 就不需要幽默 就不需要躲着背了 就不需要躲着背了 对 我们都有超过一百年的历史了 讲话跟Kim真的很像 对啊 叫Kim主场 真的 但这样挑战很大 他们中只有Kim的话 是有这个背景 对 对 那我们第五个课题 考核的题目呢 就是香港的模拟法庭 好开心啊Kim Kim开心了 这一次遵循的是 中国香港的模拟法庭的规则 以全英文出战 真的 太对Kim的 量身定座 同时案件将适用香港法律 好复杂 三角形都好几个了 就是诈骗犯把原告的钱 无一种打到被告那儿了 你怎么办 还是老师点名的 还是这个性格 我说 还要Cue 还是要Cue 还是 还是老师点名 然后他就 对 你需要点一下它 然后再次 我已经准备了 纽约生日证课 所以整个小笙 都给我了构械法庭 和扩托判法 对 对 他已经在准备这个 纽约的律师考试了 天哪 太酷了 放在这种状态 然后我认为 我们可以得到一个好主考 看看 優雅 太喜歡了 帥 帥 快放我們回去上課 學習備單 學習的魅力 我剛才看這個VCR 都看出了 最近看好是成雙的那種爽感 確實 來 下面請我們能力研製 和英文都並存的 小彭同學來講一下 我完全沒有 接下來彭彭可以用英語 跟我們講一講 你覺得看好哪兩位實習生 以及為什麼 好了 你看我這茫然的眼神 你先說說你 對誰的印象比較深刻 這幾個人裡面 我覺得其實第一個發言的 明浩 胡明浩 有眼光 我覺得第一個 永遠會讓帶隊的老師記住 對 我也是剛剛看完 我對明浩簡直就是 完全我被他蛇服了 我覺得明浩給我一種什麼感覺呢 就是那種 優雅從容地 輸出自己的魅力 對 但是這個魅力 是來自於他的極點 是 但是他在輸出的時候是 不爭不搶 又非常有節奏 是 持續輸出魅力 就覺得好讚啊 如果以前的過往的VCR裡面 我對明浩是 路人或者稍支持 路人粉 對 但是剛才是明顯的 就直接路轉粉 就我現在就站得 就一塌糊塗 一點也不猶豫 你的用詞也真是不猶豫 我覺得他跟那個輸出 我太喜歡了 謝謝你 謝謝你 我代表胡明浩 謝謝你 謝謝你的支持 新春有日月的男人 果然是不一樣 沒辦法 被名字所破呀 我覺得搭配可以 一個女的一個男的 我覺得其實搭配也蠻好的 那女生你是覺得 女生正常來說 大家應該都會選Kim吧 對 因為他畢竟是香港人嘛 但是王毅很有競爭力耶 是 他正在準備 紐約的律師考試 對 那他英美法系也是聯繫的 對 然後他的康奈爾的經歷 他的整個口語的流暢性 他的英文也非常好 就是我覺得 剛剛幾個是正面的那種 印象深刻 但蕭陽的話也是一種 別樣的印象深刻 就按照我的理解 我對他的簡歷 他應該也是對這種 英美法系 了解很深刻 然後呢 英文也很好 他的理論知識也很扎實 但他這次 還是沒有表現出那種 非常積極想要爭取的 這個意願 反而是那個 洛律師點到他了 然後他再說了一下 而且這個說好像 也沒有展開 就潛尚則止的感覺 我還挺好奇 他是怎麼去思考 這個東西的 你猜他會不會最後 連那個郵件都沒有發呀 12.45 不知道 但是我挺希望他 發一下的 就是去爭取一下的 這個場合是香港 香港有兩個變化 一個是法系環境不同 對的 一個是語言 要用純英語 有沒有喚起你們 曾經一些英語學習 或者英語使用過程當中的 記憶 我感覺大家有一個 很多人都會有一個問題 就是讓你說的時候 你就沒有辦法說 你可能背 會背很多的詞 當然一說 你就感覺腦袋裡面 什麼都沒有 對 就是想問一下陳明老師 這種就是口語上這種 應該怎麼去解決呢 這說得好像我是個英語老師 其實 我不是啊 你就是 我不管 我不管 你要說 我覺得從硬背開始吧 我們之前也都是 就初中高中時期 就喀喀一頓硬背 很多句子其實也不知道 或者沒有那麼清晰地知道 它什麼意思 但是養成那種肌肉反射 就是你很一臂一針 各位先生們 今天只有這天 很幸福 我會說到這裡 我覺得我們有機會 這是一個很大的機會 這是一個很重要的一刻 你真的很享受這段時間 我希望大家 會喜歡我 和我分享一下 謝謝 我都不知道我剛才說了些啥 但是 硬背 我都不知道我剛才說了些啥 但是 就 硬背出來 硬背 真的硬背 幫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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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 剛才那一段其實就是 上場之前的一個 比較通用或者百搭的 一個開場版 這是哪一個音樂嗎 是的 我聽出來了 它裡面有一個音樂 受覺了 我告訴你 我告訴你真正的專業人 是在這裡小兵哥演合夥人的時候 有過經歷吧 因為我們其實都小時候學過英文 然後學的英文 那時候我們其實說的都是 《倾格里斯》 《倾格里斯》 对 然后呢 大概在零几年的时候左右 突然兴起来说 我们要学一些英文 为什么要学英文呢 万一这个欧美的片子 找过来之后 我们可以演 对不对 万一英文说不出来 那不是很 很不好的一件事情吗 然后呢 就学了一段时间 学了一段时间 其实学的还是不怎么样 但那个时候呢 就是像我刚刚说的 没什么人跟你说真话 凡是你说的好一点点 他就会说 哎呦 你说的已经不错了 很好了 所以我后来再一次 一个发布会上 讲了一个英文 其实我讲的并不是很好 我自己也知道 但是周围的人啊 老师都鼓励我说 你其实讲得不错 能讲出来 大家一定会觉得 你很努力呀 可是没想到 讲出来之后被人笑了 包括那段时间 我说我唱那个歌 所以当时我就特别当 就像我刚才说 碰到了人生的低谷 我的一个落差感非常强 那个时候就能觉得自己 想死的心都有 就是不想见人 因为你会很在意 就真的是看 马路上看到狗都觉得 他在盯着我骂我的那 都不想离我的那种 然后后来呢 很有幸接到一个剧本 就是《中国合伙人》的剧本 为了这个事 我真的是疯狂地背英文 之前英文被人嘲笑了很久 我从哪里跌倒 我要从哪里爬起来 最后一场辩论赛 我的台词本上有好几页纸 跟老外的一直讲英文 当时我就记得很明显 如果说咱们私下这种 滴滴咕咕咕滴滴咕咕咕背 很容易 但一旦你面对摄像机 面对这么多演员 面对那么多曲演的时候 你肯定会紧张 不知所措 那用什么方式呢 肌肉记忆 真的 就是像陈敏老师说的 大声地把它背出来 而不只是说 你自己大声地把它背出来 是要找到很丑的环境当中 这在一个很嘈杂的环境当中 你大声地把它背出来 变成了就是任何事情 和任何东西都打扰不到你 你随时随地一张嘴就出现 等背到这么熟了之后 你再用情感注入 再去把它收出来 所以当时印象很深的是 在美国的时候 这场戏我是一条过的 所以说 谢谢 谢谢 那一刻其实给我增加了 很多的信心 我非常非常感动 对 所以我就想拿我的情神经历 跟大家说就是 碰到事情并不可怕 对 真的可怕的就是你在那不动 所以出事情的时候 有问题的时候 不要抱怨别人 不要抱怨境遇 也不要抱怨运气 先问问是不是自己 那些方面没有做好 能够自省是一件 很重要很重要的事情 OK 我们看一下 谁会是那两位 站上法庭来进行 总结陈词的人 以及他们会面临一个怎样的挑战 一起来看 晓杨 发一个 发 发按个控制 它积累很好 就是少点火焰 它肯定要发的 Tim肯定要发的 我好希望是King啊 我还蛮期待他在普通法下的这种 对 我希望他 表现 善放 那我呢 总共收到了四位实习生的申请 四位 那还有一位是谁我们 会不会张亚琪啊 张亚琪不会 她刚刚已经那个了 大概我想的这构模式就是这么 清晰 抽丝剥剪 天天是什么表情 听懂了 通胀了 脑子刚才被燃烧了一下 用了一下灭火器 脑子被火烧了一下 好真实的一个感受 我不管今天算长得不丢脸 跟我有一毛钱的关系 吗 挺可爱 没有理由 这是你爱 我喜欢刘绿 最强实习律师天团 真的太好看了 好人啊 我现在发出一个帮助 在座哪位能给我捋一下 来 视线往那边 何吕 你一定要用 让我们能够听懂的话 可以啊 我试试啊 好 力气我的耳朵了 他们刚刚其实有提到一个信托的概念 然后在这里可能会翻译成推定信托 就是说我有一笔钱 我基于某种信任的关系 我交出去了 那你作为这个钱的接收方 你有义务要帮我管理好这个钱 因为在案件里面不是有一个重要信息是 中间的这个F 它是分别骗了两头的 原告人是因为说了诈骗 才把钱转到他上 然后才会转到他上 我们之间这个钱就是 有这么一个循环 在这一个被骗的这个主观的状态里面 我把钱交出去了 那你就是跟我之间就构成了一个关系 叫做推定信托 那你就是要帮我管好这笔钱 但是你现在没有管好 我就可以去问你要 Kim有提到一个点说 我们为什么只追到D这里 不再继续往后面追 他觉得往后追的话 你不一定能追到 因为案情里面好像是有说 他老公是破产了 对 香港是有一个法律是允许个人破产的 所以他们就把这个被告就列为了 这个接收到的这个钱的人 然后就没有继续往后推 他们又提到了那个善意恶意嘛 那善意恶意这个点呢 它其实是在推定信托的那条线里面的 因为你主观上的一个恶意 把我的这个钱给搞没了 那你要还我钱 如果你是善意的情况下 你可能就不用还我这个钱 大概是这么个意思 是不是就是要么 他是不当得利追回这个钱 第二个就是追他的所有权 就这笔钱的所有权 能这么理解吗 就是他抓这两点 一个是追所有权 第二个是追他不当得利 我要参加节目了 说是就快要毕业了 那我刚才看到彭博提得非常认真 接下来彭博会用英语 把刚才这一段内容 再给我们做一个诠释 哥 没水 救命 战术性喝水 他都没水了 怎么没水了呢 真奇怪 空杯形态 空杯形态 战术性喝水 在这里呢 我们有看到我们的整个团队 八人以一个真正的 Tim的姿态 即将挺进到香港 香港的模拟法庭 可没那么简单 他们要面临一个巨大的挑战 但是我看到他们已经燃起的 这种亡者之师的阵容 尤其是前面四位 还有后面四位 不断地在内容上予以梳理 予以支撑的这些朋友 即便你们有六个人 最后没能站在 模拟法庭的舞台上 但你们在背后点点滴滴的付出 所有人都能看得见 我们非常期待在庭审当中的表现 那这个表现 在我们下一期一开头 就会来给大家呈现 所以大家千万不要走开 谢谢各位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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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 谢谢大家